哈聯衛生署 玉璃醫院 爆出有一名醫師 在宿舍內私藏槍枝 傳出這名醫師 從國外購買改造零件 遭到院內員工爆料 警方才會介入調查 不過院內不但沒有積極處理 還要知情的員工噤聲 不准對外亂說話 八月二十九號 警方搜索紹興醫師的辦公室 一共查扣一把組裝槍枝 及改槍零件 該面醫師落網後表示 他從四個月前開始 透過網路買來一把模型槍 在自己上網專研改槍技術 而改槍動機純粹只是因為好奇 換聯玉璃醫院也發出聲明 因權案已經進入司法調查階段 無法對案情做過多說明 醫師將違禁品帶入宿舍 也已經受到醫院懲處 外傳醫師長槍 並曾恐嚇患者 讓院內同事不安被匿名檢舉 目前檢警尚未查到醫師開槍證據 其餘癥結就交給司法判決 3D新聞綜合報導